我今天見到好像是中聯辦出了一個聲明 引述鄧小平的 我只是這麼說 我記得鄧小平講過的 他說回歸之後 香港應該以中間的為多數為主 左邊就要有 右邊就要有些 這個呢 我不知道現在的共產黨的領導人 是不是徹底否定了他 但是呢 確實這次是 23年 中共和北京 取消了一國兩制 第二點就是 我都和幾位所謂DQ的同事 相處了幾年 我絕對 我逃緊身 我絕對相信 他們不是什麼港獨或者危害國家安全 只不過今次呢 中共和北京呢 就以莫須有的罪名 來迫害 異見人士 而我們泛民 為什麼要全部辭職來抗議呢 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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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抗議呢 中共 是迫害香港的 立法會議員 隨意 可以DQ他們 這個是徹底的迫害來的 他想把香港的立法會 變成人大 黨 指揮一切 我最後一個結論就很簡單 你共產黨有軍隊 你要香港死 當然可以死 你要玩完 那你就玩完 我其實中單想加個粗口字 但是呢 我知道呢 現在很多直播 也很多人呢 香港人呢 就不喜歡 但是可能我說了呢 香港人呢 是更加喜歡的 你喜歡玩 你就玩什麼了 阿福幫我先回答 我很想回答 我想大家換 你這個角度呢 就是假設著 香港的制度 仍然是有意思的 其實現在香港的制度 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立法會選舉的制度 還有是可以這樣 任意去DQ 所以呢 現在的情況呢 就是 中共和北京的失敗 是中共和北京 不能夠落實到一國兩制 他們是國家來的嘛 一個國家的政權 不能夠做到 它想做的事情 你應該呢 用這個角度呢 去看 我剛才跟你說 這個國家 它有軍隊 有這麼多的 就是極權的 鎮壓的力量 如果它根本就不想 它撕 撕爛那個臉皮 不想告訴別人 香港的一國兩制了 不想做這個事情了 其實 所有選舉都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再去講說 幾多月什麼選舉 現在的問題就是 究竟 中共和北京 它想怎樣 如果它要 將香港的 什麼 外匯儲備 全部收歸 北京 因為它不行 那你可以怎麼擋它 如果它要 這條填海 它將那個維都利亞港 填上它 那人大做了決議 你猜你可以擋它嗎 它現在簡直是 不是做一個 一國兩制 維持回某一種的 自治 和自由的話 你就等於廣州而已 廣州的市民 怎樣去 阻擋它 去做任何一個措施呢 是沒有的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從這個角度 你仍然是 假設著 香港做一個 有意思的 和內地不同的制度 其實它已經 宣佈了沒有了 所以所有跟著 問下去的事情 都是沒有意思的 阿佛先 阿佛先 好 誰要說 這個延任 我回來 其實是做兩件事 一就是做 這個政權的鼎心慘 二就是用這個崗位 盡量 繼續 幫一些弱勢社群 我們做鼎心慘 我相信 都做得幾有效 以至到 人大要 無所不用其極 去到這樣的方法 去DQ我們的同事 是可殺不可辱 我們在這裏 作出終極的抗議 而我亦都會繼續 在其他的崗位 和香港人一起 繼續抗爭 繼續幫助弱勢 為所有人 爭取平等權利 如果大家留意 今次去褫奪 我們四個議員的資格 是根據 在人大常委會 根據《基本法》104條 我有兩點想說 我們經常聽到 就要依法去治國 依法去治港 我們從來 在立法會 執行我們的職務 作為議員 是根據《基本法》 《基本法》寫得很清楚 我們是行使我們的權力 去監督政府 希望每一個在香港通過的法例 和任何的施政 都能夠反映市民的議員 我們被褫奪資格的 都是揹上數以萬計市民 一人一票投出來 或者有些其他的同事 是更加十萬票去代表他們走出來 如果是依法 根據《基本法》 是不能夠 是褫奪我們的資格 如果根據《基本法》 香港應該有的 是真正的民主 自由 尊重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以及等了很久都沒有的雙普市 不是我們違反《基本法》 今天我們見到一個是最遺憾 最可恥的一個做法 但是我和 我也很高興所有民主派的同事 我們都是團結一致 也都說給香港人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我們是不會甘心被打倒 反而我們會更加堅強 香港的民主 爭取民主的市民 只會更加堅強 OK 可能我都走開一點 我自己很少說話的 但是今天真的要趁這個機會 首先真的要講一講 我記得在我遇襲之後 我曾經講過 我以擔任香港人的議員為榮 今天我會說 我曾經以擔任香港人的議員為榮 因為我服務這個 我們自小長大的城市 今天的確是一個很逆風的日子 尤其是之前大家知道的 有去留的真意有成 但我很想強調 無論去留爭議之前 去另留也好 都是我們的朋友 大家真的要團結一致 各位 我很希望在今天這個時間 我們的議會同事 我這裡是一個齊上齊落的決定 對我來說最大的遺憾 首先我對不起同事 同事真的做得很辛苦 還有多謝我家人在這段時間 在香港從政面對很大的壓力 但我們都要堅持 對我自己最大的遺憾就是 我在這個時間 在議會未能夠去爭取到 就是替老人家爭取獎者福利 搶身樽這些都是我寄掛在心頭的東西 但這些民生的議員 我相信未來無論是民生還是政治 香港人一定要站硬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希望在今天開始 我們好像在去年經歷過那樣 我們真的可以重新凝聚起來 和湧不分 因為已經是殺到埋身了 各位 在過去的時間 我做緩衝的工作多 我經常都會覺得 要笑著去面對不同的困難 儘管都經歷過很多很難捱的時刻 我只是很油沖地 很想透過這個直播 和每一位香港人說 我們為什麼要堅守 在這個城市呢 是因為我們真的很愛這裡 我們真的很愛香港的各位 既然如此 我們是時候要想一想 接著下來的日子 我們怎樣 可以在這場 逆境波裏面 可以反超前對手呢 我對香港人有信心 我將這個希望 寄託給會一位香港人 無論我們 今天之後 明天之後 是不是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不要緊 我們會繼續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平台去發聲 儘管聲音微弱都好 我們都會繼續堅持 我們不會忘記 在去年夏天 發展到今天 我希望大家可以記得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初心不變 香港從此改變 好 好 好 簡單 到定位先對市民很聯 是的 一起探訪 對 探訪 探訪過來 是 探訪